上下五千年 跳出三界外 不在五行中 欢迎来到千灵天下 我是关义千 今天要讲的是 中立人海宫 与日本北白川宫 能久亲王的前世今生 桃园市中立区 仁海宫 创立于清道光六年 主供观世音菩萨 西元1867年 由北港分林马祖为 正殿主神 清同志九年 中立十三大庄的居民 集资重建 并命名为仁海宫 是台湾客家庄 最大的马祖庙 中立人录 中立人 中立人 边堪供奉三观大帝 主身娘娘 一楼后殿供奉千年城乡马祖 秀义马祖 要师佛 二楼前殿供奉观圣地君 边堪走供奉 供奉神龙大帝 又供奉至圣先师 文昌帝君 亚圣先师 二楼后殿供奉斗老颜君 边堪走供奉财神爷 又供奉月老新君 两旁供奉有六十甲子太岁新君 两旁供奉有六十甲子太岁新君 真正好 四十甲子太岁新君 莹子太岁新君 一扇子太岁新君 图了 高尔小 一扇子太岁新君 半逃 高尾 我们来自身 的 写真 公开 建设 建设 2023年 当值太岁新军 三楼正殿 供奉观世音菩萨 边看走供奉文殊菩萨 又供奉普贤菩萨 二楼正殿 供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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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楼正殿 供奉 四楼正殿 供奉 二楼正殿 供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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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立人海宫与日本结缘于1895光细21年 也就是日本明治28年 1895年4月17日 大清帝国与大日本帝国签署马关条约 将台湾省及辽东半岛永久割让于大日本帝国 日本敬畏师团师团长 陆军中将北牌川公能久亲王 于5月29日自奥底登陆 随即展开围棋树叶的以卫战争 人海宫在日志初期 曾是日本真台军领袖 北白川公能久亲王驻扎的地方 北白川公能久亲王驻扎人海宫后殿 以该庙画有门绳的两扇大门驾于行军床上 冲坐船板 人海宫因曾是能久亲王的引所被指定为使鸡 并在庙前广场立碑纪念 1961年日本人海宫国际关系责任调查团参访时 获得人海宫委员同意将门板运至日本 至今仍保存于日本进国神社保物馆 1895年 清廷迷甲午战争战败后 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 两江总督兼钦差大臣刘坤一 认为日本弱得辽台 清廷将祸患无穷 曾派幕僚亦顺顶 送达密函以及银两 给台湾巡抚唐景松 要设法保住台湾 唐景松曾会见英国驻淡水使官 表示愿意把台湾的行政权及税捐交给英国 清朝保留主权和地税 但卫国 无论如何不能让台湾落入窝人之手 可以把我国的各项利益交由英俄 让他们出兵来保台 想跟 我来电奏总理阿曼 就说台湾物产丰富 可以将开矿利益分享各国 同时比照上海 把台湾分为租界地给各国 但是土地啊 必须归中国所有 我将处于商业权益 定会相助啊 老师 直接与英国驻台北领事协商 请他直接转达给北京英国公使 就说我们愿意以煤金两矿 与茶叶 张老 硫磺等税 交予他们处理 快请他们来保护我们 英国结盟 可以考虑 这样他们可以独享利益 全心协力地保台 老师 无论如何 你一定要带领我们台湾对抗日本 我一再地说过 我一定会跟你们台湾人在一起的 大人 大部分台湾人都愿意出力宝箱卫土 但是日军武器精良 我们需要武器才能与他们抗衡 我来台之前在上海接到消息 法国巡洋舰队 明日即可抵达台湾外海 日前朝廷发了电文 说法国的海军舰艇会来远东 可能会协助台湾来防卫 那就等我和海军舰艇艇长见面之后 再做决断 这次承蒙贵国的大礼相助 我请代表台湾人民 让贵国之一无上的感激之一 这不是很值得的 我们没有做任何东西 我们没有做任何东西 所以,是这样我们做的贵国与日本所签订的,第三国不变干涉。 我说,如果台湾宣布成为一个民众国家,民政独立, 那我们的出面协助才有领域, 对抗日本入侵才不会引起国际纷争。 大人,您要立刻做决定,不要错过各国协防的时机。 好的,好的,我一定要为台湾的民众着想的。 老师,我们决定成立台湾民主国,尽请老师担任大总统一职。 老师,老师,台湾只剩下这条路可走了。 若是您关爱台湾,请当机立断,留下来领导我们台湾人民。 台湾省巡抚,唐锦松,与刘永福,邱逢甲,陈继同等人, 以台湾士生及百姓之名上书清廷。 言,台湾已经为清朝所弃,百姓无所依靠,唯有死守,以台湾为国并宣告台湾独立。 1895年5月25日,成立台湾民主国,年号永清。 以此抵抗日本接收台湾。 台湾省巡抚唐锦松,被推挤为台湾第一位民主国总统。 邱逢甲为副总统,刘永福为大将军,陈继同为外务大臣。 。 掏手! 起身! 。 被前任台湾巡抚邵友联,废除的台湾团链。 在唐锦松的任内,重新恢复了,并改名为义军,也有人称为义勇军。 北白川宫,能久清王。 于1895年5月29日,自奥顶登陆。 6月11日,由北门进入台北城。 6月中,进驻中立人海宫。 6月17日,日本华山资济总督,于台北城内,沿台湾部阵史思衙门的总督府,举行台湾史证典礼。 6月26日,拿下新竹。 此时,台湾民主国总统唐锦松已经完全控制不了局面了。 由台湾民主国领导的抗日行动,南抵北白川宫,能久清王训练的精良敬畏师团。 唐锦松,秋逢奖,陈继统等人。 在淡水搭乘,德国军舰离开台湾,然后在台湾海峡及花莲外海四机返攻。 台湾之府李锦松,奉巡抚唐锦松之命,成立新储君。 杨宰元是新储君的统领。 扎银鱼、苗栗、头粪。 与江少主、吴汤新等各路抗日军,联合反攻新竹城。 忠不敌日军精锐的炮火,新储君败北。 但杨统领不肯退兵,坚持奋战。 无料被不肯再战的属下,从背后射杀致死。 在越南边界,曾被唐锦松招安的刘永福的眼里,其实只有张之洞大人。 大小事都听命于张之洞。 唐锦松很难调得动他。 这是在北部的唐锦松,在台北失陷后,没有正统援兵北上的最大原因。 唐锦松等人匆忙离台后,聚首在南部的台湾民主国大将军刘永福, 扛着台湾民主国的旗子继续作战。 很快就宣布自己是台湾民主国的第二任总统。 大人,给张之洞大人发的电报内容是。 启功设法成全,速派轮船迎接施永福能安然内堵。 永福生相缓死劫草,不妄大得。 不管是台湾民主国。 转的,不妙大得。 编号是台湾也会发射里迪的位置。 Και你能看到台湾民主国当然是台湾民主国 和北国。 平民の要請に応じ 郷土を保衛します 戦争が始まってから 民衆の生活も苦しくなっています 現在 私は台湾を譲渡することを認めますが 条件1 台湾人を平等に扱い 残殺してはいけません 2 私の部下と兵士に対して 加害しません 恥ずかしめてはいけません 敬愚 劉英福 両番弁もやっとわかったんだな 両番弁に言っておけ とりあえず 彼の幸福を同意する ただ 最高司令官からの採決が 必要だ 大人 岳宗主彙官来信 岳宗主彙官来信 運営福はまだ来んか はい ようこんのではないでしょうか まだ待ちますか もういい 計画通り ダーゴを保山へ 相撲 はい はい どうも 行くか 行く神名 兵福 指条明目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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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